新北市林先生为善不遇人知 捐赠本县消防局可稀释多功能整合心脏电击器一组 及自动体外心脏电击去占器两组 总价值共达新台币190万元 提升消防局前线紧急救护效能 把爱散播至澎湖离岛 守护乡亲的生命安全 可稀释多功能整合心脏电击器 是一组集结多种功能于一生的先进急救设备 包含生命真相监测 自动体外心脏去占器 十二导成心电图 急救品质回馈等功能 厂商日前与马公分队实施教育训练 以确保每位救护人员都能够熟练掌握使用方式 借此提升救护品质 保障乡亲的安全 澎湖县政府消防局有种感谢林先生的慈悲善举 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为澎湖救护品质带来大大的提升 消防局长许文光表示 今年度已接收到各企业或民间人士捐赠 多辆救护车及救生用品 这些设备价钱都不便宜 有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异举 大大提升了本县救护成效 记者 陈荣豫报导